生活质量越来越好,但男性的经历却越来越差,这些不良行为,你可能天天在做,尤其是第四项,依旧为了,很多研究表明,酒精伤精,饮酒频繁的人精子活力下降,至少70%,因酒精可导致肾脏代谢功能紊乱,影响生精功能。 上班久坐,办公室工作者多数都是坐着的,一坐可能要坚持8小时甚至更高,或者是一下班来发坐,坐在沙发上打游戏,证据就是看你的臀部,如果是扁平不够圆软,就是表示你坐得太多了,酒坐可使人体感甚虚,阴郎温度升高,影响精子活力,饮食无度,饮食不规律, 长期暴饮食的人最容易长胖,国外曾有研究说明,肥胖男性的精子质量不但数量少,而且质量也差,常吃油炸食物,饮食物经过油炸后,会生成饼酸鲜案,该物质可直接伤害精子,便能致癌。 以手坐乐,多数老婆处于孕期或单身的男性都懂得,当生理需求预知不满的时候,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手解决,殊不知一次的满足,会造成日后更多严重问题发生,万一发生局部发炎,难性的生理功能遭到重创,到真正需要用的时候才后悔莫及,影响发挥。 此外,以手坐乐操作频繁加上熬夜,是导致肾虚的主要原因,综上所述,难以怀孕的原因,又一半危险于男性,因生活带来的不同诱惑,男性可能天天都在做伤精勤为,人生不易,愿您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